各位朋友大家好 之前出了兩條片關於派息基金 主要講安聯的收益和增長基金 收到很多網友的問題和回應 我也很高興和多謝各位 在YouTube上大家可以交流不同的看法和心得 大家互相學習 因為我都知道皮毛 只不過我將一些我過往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大家有些好東西都可以在留言上 大家互相交流 大家一起學習 這樣就會少走很多冤枉路 剛剛收到一位網友的意見 我覺得非常值得參考 安聯收益和增長基金 很多債券都是B-B-級別 比垃圾債券更加垃圾 B級已經是垃圾債券級別 B-B-B-級的是更差 因為是往往加息 要網友ți去出訊息 這是一個很忠肯的看法 但我用去瞭解一件事 究竟過往 з longer可換股債券 或垃圾債券 評級比較低 是否表現法還是不差呢 或者是否在加息的周期一定是表現不好 這個都很值得去探討 還有就是所有東西都不應該是短線的 就算不加息突然間有烏克蘭戰爭出現 你都猜不到的 所以一定我們去投資 起碼是超過一年以上的筆錢是不會用 最好就是三年或者五年 過去來講我看回 五年或以上是一個最安全的情況 所以就算跟大家分享去投資一些派息基金 都是建議大家收完息再重新投資 直到有一天派息足夠大家自己去生活 不用再打工或者可以財務自由 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這個都是我去分享這個懶人投資法的最終目的 其中一個電影我非常喜歡 是我周星馳電影裏最喜歡的 就是國產007 裏面的司令有一個對白 非常之好 本身是形容周星馳這個007 因為007覺得國家是否忘記了我呢 但司令就跟他說 其實一張衛生巾 一張廣東話應該是一張紙巾 和一條內褲 一條內褲 都是有他的用處 所以說 所謂的垃圾來說 其實垃圾也有垃圾的價值 和看一個垃圾在哪裏出來 我用一個我覺得 我自己不太喜歡的例子 但我都想不到 例如我們以前讀學校 一間Band 1的頭的學校 和一間Band 3 或者我們那時最差的Band 5的學校 可能他考最後的學校 都比你考第一的學校 即是考Band 1最差的學校 都比你考Band 5最厲害的學校 或者我們那時讀書 有精英班 可能A班是精英班 E班是最差的學校 A班考得最差的學校 都比你E班考得最厲害的學校 所以我們去看垃圾在哪裏 所謂的垃圾 是否代表他沒有價值 還是他在哪裏的垃圾 這個也是有個分別的 好,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安聯裏 大部份的 高收益債券 都是BBB減滑以下 以上比較少 BBB減以下是32.16 BBB減以上是17.25 但大部份都是BBB減以下 我們看到評級都比較低 但是不是低代表差呢 我們看看 再一個例子 我們呢 香港營副基金200 匯豐、AIA、阿里巴巴、騰訊、美團 雖然近來差一點 但在我們一般市民的心目中 覺得這些是否大籃籌 大籃籌即是好東西 這些是否垃圾 不是垃圾 不是垃圾的表現又如何呢 我們拉長一點 過年跌了21% 那這個表現是否垃圾呢 三年是負7.5% 那這個表現是垃圾呢 五年都還未贏 都是可能只有1% 或者沒有輸 十年都是0.4%或者2.3% 這個看月末還是貴末 這個我當每個月去計 十年都沒有贏過錢 而自成立日 1999年差不多是二十幾年 都是每年只有2.1% 分分鐘失敗過擺定期 那這些叫大籃籌的股票 是不是有這些垃圾的表現呢 好了我們看看 剛才我們說 就是BBB減以下的高息債 和可換股債券 究竟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這就是可換股債券 即是安聯佔三分一 這是一個指數 只是一個提供 這個指數就是 SPDR 大家在美國都買到的 Boomberg Convertible Set 是Security ETF 主要是美國的可換股債券 我們先看看平級 其實大部分都是低於B的 甚至有些沒有平級 79.89是沒有平級的 A是佔1.4 BBB是10.69 大部分是很低級的 對 就是BBB減以下 有些公司我們認識的 Botcom, Wells Fargo都有出的 C也有 我們覺得這些低評級的東西 過往長期的表現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 這隻CWB 一年負數 5.62 恆生指數跌至20% 3年每年 這是每年 annualized return 的表現 是每年有16.89 5年每年有14.33 10年也有11.7 是複息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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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10年的11 恆生指數 是沒有回報的差不多 那這些是 是不是叫垃圾的債券 但是有超長的表現呢 好 我們看看 剛剛的可換股債券 我們說一下高息的公司債 這隻HYG 是高息債的代表 一個指數基金 我們看看 大部份是BB 接著是B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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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我們看看它的表現 跟安聯的那隻差不多 都是很低級別的 這個可能高一點 高一點 過往三年 一年跌1.21 三年就跌3.26 不是,升3.26 五年就升5.32 每年十年 每年就升4.53 是不是都好過燃費基金 這些垃圾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說 可能在美國一些所謂的評級 比較低 或者沒有評級 因為美國的公司太多 優質的公司太多 所謂一些比較垃圾級別的東西 其實它都不是太垃圾的 我們看它的表現 以及不是一個短時間 而是長時間的表現 十年都經過熔斷 勾債危機 中美貿易戰 當中也有加息減息的周期發生過 但是你看他們 雖然是叫垃圾級別 但是它的表現 是比利盈富基金好很多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 它裡面 雖然是垃圾級別 但是他們買了很多 都分散了 有些是垃圾變回正常 就是 開頭差 但是後來就變成大籃炒 Tesla那些都是 以前都是 集資有困難 但是現在變了新星 Boccom都是一些好的公司 所以來講 就是因為它裡面 都買了很多隻 在裡面 就是安聯都是買超過100隻以上的 債券 或者可悟空的債券 所以就起碼分散 就好過你 可能 給百幾二百萬 買一隻恆大的債券 然後就死掉 然後你就說這些債券是垃圾 但是問題就是 你買一隻衰了 當然沒辦法 還有你只買地產 就是大陸那些高息 那個債券 但是美國都有不同行業 雖然有能源 有IT 健康護理 各類都會有 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去 說一個看法出來的時候 我們背後那個理據是什麼呢 或者是 那個是不是真的呢 還有 就是有些 我們很容易被一個名字嚇到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這麼差勁呢 對不對 以前我們覺得 匯豐一定可以 對不對 兩三年前我們覺得 騰訊阿里巴巴一定可以 那現在是什麼世界呢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要分散風險 所以買ETF 或者是基金的好處 起碼就是幫你分散了 有個專業的管理 加上有些派息的 就比較穩陣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可換股債券 在安元那個貢獻其實是大的 分中是比股票更厲害 因為股票部分 它用了那個叫 叫 sell cover call 其實是限制了那個升幅 因為它拿來排息 但是可換股債券 其實它是跟股票的性質比較接近的 因為它升的時候你可以換股票 那個價格你覺得不夠吸引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拿著債券去收息 所以它相對是叫進可供 退可守 所以你看到它過往的表現 都有10%回報 是不太差 S&P500很多 所以在安聯來說 進攻其實反而是可換股債券 派息的部分就是高息債 以及用這個期權 被對應扣其權 去產生每月現金流 所以市升的時候 這個可換股債券 也是受惠到的 這個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概念 雖然我對債券都不太熟 但是我純粹透過過往的表現 去帶出一件事 我們經常覺得有些事情不好不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不好呢 我們經常覺得有些事情 藍醜藍醜藍醜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我之前有段片講 這個煤氣的經驗 其實都是一樣 是不是以前一些事情好 就代表永遠好 以前一些事情差 就代表永遠差 即是正如我們看一個人 他以前很老倒 以前就是破產 是不是代表他不能夠翻身呢 一個獨名校 很有錢 官仔骨骨 講話好像很禮貌 不講粗口 是不是代表一定是君子呢 代表他不是混蛋呢 所以這個我們做人一定要客觀 要開放的心態 不要純粹聽一面之詞 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回事情 其實這樣 這個世界就少了很多紛爭 人也會少了很多不開心和煩惱 好 多謝各位